男子進入超商消費 他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掃描實練制 只有拿著衛生紙遮住口鼻 店員好心提醒沒戴口罩不能進來消費 男子竟然惱羞成怒 他邊走出店外邊回頭對著店員 用台語辱罵對方 就連走到外面騎上機車 還不斷朝著店內匕首畫腳的罵人 讓店員聽了好傻眼 事發地點就在南投竹山這間連鎖超商 男子騎機車到超商消費 竟然沒有戴口罩 只從口袋裡掏出衛生紙擋住 連後面兩名客人看了 都當場直接轉頭 不想跟在他後面 當下的時候客人要進來已經看到 他沒有戴口罩就直接離開了 所以對我來說 我看到現場就是 這什麼意思 所以現在是只有你最大 他可以嗆員工是這樣子的意思 超商店長不滿 從五月份全台防疫警戒 雖然已經降回二級 但出門全程戴口罩 已經宣導超過四五個月 不肯配合就算了還入馬店員 因此決定報警取締 對他開罰三千到一萬五 不等的罰款 聽聞新聞陳家貴 南投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